挑选医生菌要挑选菌种多的还是菌树多的呢? 其实挑选医生菌菌种跟菌树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挑选有专利的菌株 菌种就好比家庭 菌株就好比兄弟姐妹 每个人才能不同 功效也不同 为什么要挑选菌株才能真正有效呢? 不管是常听到的比非得是菌 LGG菌、LP菌 不同的菌种有不同的功效 要挑选符合你需求的才会有效 而菌株太多呢? 只会绕得无法定职在肠道 随分别排出的下场而已 吃得多不如吃得巧 挑选医生菌呢? 要挑选有菌株代码的医生菌 像是比非得是龙根菌 BB536、LP菌 这些菌株代码就像是医生菌的身份证字号一样 经过专利的医生菌呢? 代表是经过实验证实真正有效的菌株 要让活着的医生菌呢? 有效的生长就需要医生源寡糖的帮助 因为这些寡糖呢? 就是我们好菌的食物 能帮助这些医生菌很好的生长 同时还可以促进肠胃道蠕动 有好的菌株以及好的食物外 生产地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因为每个地区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不同 像在我们台湾就要选择亚洲地区生产的益生菌 才会真正符合我们的体质需求哦 挑选医生菌的三大重点 一、医生源寡糖、生、生产地、菌 要有专利的菌 最后提醒大家 要改善我们肠胃道健康之外 一定要均衡饮食多摄取蔬菜水果 并且长期的服用益生菌才会有效哦 神脑关键报 我们下次见